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在操作无人机的时候有法律的规定 学生除了飞行原理相关电子介入设定之外 还要了解飞行空域 航空法规与飞行安全等相关知识 最后由学生发挥创意思考 结合积木无人机 未来可以延伸设计 杯子无人机或无人汽艇等电子产品 让学生在课堂马上有成果 学生在这样的指探课程学习 期望对未来生涯职业有更多元的进入发展 参与课程的学生说 有做这个木头的纸飞机 还有这个的纸飞机 然后我就图 就还蛮好玩的 然后希望下次可以再来玩 我们也有玩到那个模拟 模拟无人机的 就是在电脑里面玩无人机 好玩吗 好 还蛮好玩的 只是我一直撞到地板 那如果跟实体的飞机来比哪一个会比较好玩 我觉得实体的会比较好玩 实体的会比较好玩 像方面现在在飞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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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结用山工跟无人国中在电机电子群的一个职探的一个合作 我们已经迈入了第三年 提供了有关于机器人以及无人机 等等一些电机电子群的一些相关的课程 我想加入会了很多我们基隆的学子 我们很乐见就是看到教育的这样的 世性良才的概念能够在基隆能够被看见 基隆市五轮国中陈振辉校长说 五轮国中的植探中心有两个植种 一个是电机电子另外一个就是参与职群 那电机电子在跟基隆商工的航空电子科 开发了这个无人机的课程 已经由几个学校来体验 包含开发了很多EV3的机器人 还有积木式的电路等等 其实学生反应都很好 那我想不断的推陈出新 尤其业界很多像这种无人机的课程 也是备受欢迎 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跟基隆商来合作 那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生 来跟我们五轮国中体验 我们无人机课程 基隆市更有三个区域直探中心成立一周年 由国中为中心着手连接技职教育 延转相关课程并重新设计教学活动 期望携手合作国中国小学子 切脚做枝牙体验 让孩子能从做中学 进而找到自己潜在专长 公民记者陈振伟 游子杰 唐盛伟 经由安乐区采访报导